1 2 3 4 5 6 7 8 9 9座主車檔 就像是築起了一道城牆 新北市大岸溪左岸自行车道 让骑着手摇自行车的伸脏族群卡关 无法继续再往前进 想要用手拖自行车道 看来难度很高 伸脏者骑车运动遭遇难题 现在手摇车的部分将近90辆 那参与我们一年的 一年的人次有超过1200人 超过 那车因为它的宽度比较宽 高度手摇的高度也比较高 所以说它的路主 一般碰到这个路主 身上朋友没有办法下来排除 所以说希望做一个比较固定式的 也不要造成太多的困扰 就是说也要防止机车可以进出 自行车道上放置主车档 主要是防止机车骑士乱入 危害骑自行车的运动者 但如此一来 牺牲的是骑着手摇自行车的 伸脏者运动权益 接受陈勤的新北市员廖宜坤 举办会开时 直接骑上了手摇自行车 那种运动卡关的无奈心情 感同身受 关于车档阻碍了身心障碍者的运动路 新北市高滩地工程管理处承诺 年底前逐步改善 大汉溪左岸的车主 改为P型车档 是不是将这个路主 把它设计成P字型的这路主 P字型的路主的话 不但是可以阻挡到机车 那它未来对那个自行车 或者是索摇车方面 它们都可以通行无阻这样子 我们从我们园区里面 就陆续去改善这个P型路主 然后将近已经半年了啦 那我们剩下就是说 只剩下这一段 大汉溪这边是左岸 然后树林跟英哥有六个点 这六个点我们预计在年底之前改完 那我们的那个自行车就会 对于肾脏朋友来讲 就会烫行无阻啦 高管处会顾及肾脏者的 手摇自行车能通过车道 摇预防机车进入 带来安全上的疑虑 在大汉溪的沿岸车道上 会设计P型车档 预计年底可全速完工 记者林立如刘安静 树林报道